會看到這個 就只有這兩個比較簡單的調 然後我們先看第一個練習 大家準備一下如果你是Tenner 你就先看Tenner這一張 如果你是這個Auto 你就先看Auto這一張 然後所以第一個練習呢 他是用這個連續五個點音 那這個動作呢是希望大家 等一下我們一起吹吹看 但是我們吹的速度在這樣 或者甚至收收收收收 那這個速度我們大概起跳呢 用大概80的速度 也就是節拍器調80 80的意思就是一分鐘80個拍 80是一分鐘80拍 那你可以慢慢的往上練 大概至少要練到100 然後如果你的狀況好的話 你可以練到120 然後人的極限大概是140 單土的一個極限 但是有可能有人可以點的更高 再上去之後會有不同的點法 但是很少很少用到 是 蛇尖嗎 喔 第一個是 我們在點蛇的時候啊 你的舌頭不要 就是你往上碰就好 所以不要特別把舌頭拉出來 對 因為如果你把舌頭啊 拉到那個吹嘴前面來 這個點的話呢 他就會特別容易受傷的原因 是因為黃片前面跟刀片一樣 所以如果你拿舌頭 你拿你的舌尖去搓 吹嘴的前面的話 你會 等於是一直在搓刀片一樣 這樣會很容易 所以我們在點的時候 只要你的舌頭往上 這樣靠到這個黃片就好 所以像你 你現在可以試試看喔 你現在講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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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是用舌尖去 念出拉嗎 其實不是 你會發現你是舌頭整片往上去碰到上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點舌的時候 你的舌頭也是這樣往上 只是說你現在的上額的高度降低了 因為他只到黃片的高度 所以一樣是在講拉拉拉 你不會這樣 不會把舌頭特別拉一個方向 就是往上抬而已 那只要碰到黃片就一定會停 因為你的舌頭比黃片重太多了 你的那個質量 那個這個舌頭的重量重太多 因為他是軟的 所以他只要一碰到黃片黃片就會停 所以你只要往上抬就好 然後 維持你的下巴不要動 最大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原因是 因為你下巴如果動了的話 你會影響點舌的整個的速度 而且你下巴在動的時候 也會在磨你的下嘴唇 所以點舌的時候 盡量保持你的下巴不要動 OK 好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第一個練習 前面的四個小節 那個AUTO是手拉西多 RE MI FASO 然後那個TENOR SQUANO也是 RE MI FASO 來試試看 所以一拍四下 í machino 嘨嘨嘨嘆 那為時你在 一口氣裡面 只要動舌頭 氣都不要動 準備一下 來 好 Oberlu 1 2 3 4 chio V snap 對 那個調號注意一下 你是 你是autotainer 不要吹錯 吹錯也沒有關係啦 其實在練習的時候沒有關係 只是會 為什麼跟別人吹的不一樣一下 好 所以 這個練習呢 你也可以 因為你會發現這個音都是上個禮拜 我們遇到的音裡面 上個禮拜我們也有做這樣的練習 換調號的時候你一樣可以這樣 然後再倒回來 上行之後再倒回來 但是這個因為它都點的是同一個音 所以它的上行跟下行基本上不影響 垂軸 所以下一個我們看這個5678這邊呢 它會有連續 持續原來第一個動作這樣 後面再接兩個音往上 所以如果是auto的話 所以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你後面要再接兩個音 而且要沿著音接往上點 然後再來一個問題就是 後面這個換氣很短很短 你四分之一拍裡面要換完 ACM 好 所以 換氣的地方自己找一下 如果你口水太多的時候不要硬換才不會 最後一個比較長 最後一個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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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RE C DO它有九個音 最後一個比較長 然後換到第九的時候呢 就會下行倒下來 那你在練這個 在剛剛我們這樣一起吹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有的同學覺得 欸這太慢 可能有的同學會覺得 欸這太快 所以我們在練習的時候呢 你那個節拍器就是你從 如果從80起跳你太快的話 你可以往回減70減60 如果你覺得80太慢呢 你可以往上練90100 所以這個東西 每個人吹的速度會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往上吹 速度可以往上吹就往上吹 然後上行跟下行有什麼不一樣呢 上行是先按了之後才吹 上行是放了之後吹 然後下行是按了之後吹 所以兩個的時間差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如果你吹快的時候 所以我們看一下第九小節這個 第九小節 就是最下面的 最下面的這個 第九小節 AUTO是從中間開始 好就是那個寫那個 單音點舌音階下行這個 跟剛剛一樣倒回來 倒倒倒倒撕拉 西西西西西西西拉收 然後 tanner會有一個比較低 對對對對對對對 倒撕 最後一個 吸 在那個 左邊側鍵靠 裏面的這一顆 按到多之後 然後還要按這邊的側尖的 裡面的這一顆 沒關係 等一下找不到的時候 特別我們下課再講一下 來 試試看第九小節 第九小節一起 來試試看 試拍 1 2 3 4 來 對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在按照自己的速度 去練 ok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這個是 第二頁的這個 所以第二頁這個是把它複雜化 而且變得很長 所以你可以吹多長吹多長 不要不要硬撐 好 如果你覺得這個 這個 比如說歐桶是 手拉西手拉西 手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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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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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練習單位 然後你可以接場 再慢慢把它接場 所以等一下我們吹的時候 你可以吹到 多長 你就吹到多長 好 如果沒有辦法那麼長的話 你可以停下來 換一下再往下 不要硬把它吹完 所以他是這樣 欸 Auto的話 手拉西 手拉西 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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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如果吹得慢的話 它會變得很長 特別就是你要把剛剛的點舌加進來 我們剛剛有點到 答答答答答答 好 所以你在一口氣裡面可以做這樣的動作 所以你這邊會 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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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舌頭放進去 那你點的重也沒有關係 點的輕也沒有關係 但是一定要把它點清楚 就是你要確實聽到 你有 答答答答 這樣的聲音出來 好 然後 大家試一下 因為這邊的音比較複雜 大家試一下這四個小節 手拉西 手拉西 都拉 的這個小節 跟下面的 so far mi so far mi re fa auto的話是 attainer是 do re mi do 然後 do si la do 這樣倒過來 大家兩分鐘的時間 大家試一下 等一下我們在一起吹 這個不先吹一下 會吹不起來 好 大家兩分鐘練習一下 打電話 快樂 請 我們在一起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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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拉這個速度 很好很好很好 就是這樣 所以盡量維持著你的那個氣就是一直在走 然後再去做這個點車 所以可以的話你就可以再把速度再加快都可以 然後我們看一下 像這個練習呢 剛剛的練習過來都會讓你很習慣的這個點在音階上 所以我們要洗一下手 什麼叫洗一下手 你看一下17小節開始有爬音的這個練習 那爬音是這樣就是 就是它是一個和弦音 那所以像第一個G和弦G和弦G和弦 為什麼是這樣的和弦音就是 它是一個線線線 所以看G和弦的起頭是起在SO 往上疊疊疊 疊兩個 好這樣是一個基礎的一個和弦手吸RAE 然後下面這個MI SO C 為什麼加一個MINOR呢 因為MI SO是小三度 因為經過一個FI有沒有 什麼叫小三度 我們看一下什麼叫大三度 SO 這樣手吸RAE對不對 SO 深SO 然後LA 然後這樣吸吸 經過五個才到 這樣叫做大三度 這樣 然後如果像這個MI SO的話 MI FA 深Fa SO 四個就到這樣叫做小三度 好所以 雖然一樣是這樣線線線 但是第一個感覺第二個會聽起來不太一樣 像第三個跟第四個是C和弦跟D和弦又是大和弦 它聽起來會比較像 所以這個和弦是這樣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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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SO MI SO DO SO MI DO MI Fa LA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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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常見的四和弦 就是移到巨大調來 來試試看喔 試試看喔 就這個速度就好 來試試看 1 2 3 4 3 4 5 7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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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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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樣這個吹的習慣你就會發現到時候吹二部就很習慣 二部常常在幹這種事 或是三部 到時候我們到三部 可能到四部的時候 三部四部通常就是在吹這種東西 吹和弦這樣 好 下一個我們來看一下藍調 那藍調這個東西很有趣 藍調跟後面的中國舞音其實很有關係 我們看一下如果你是那個 我們先以AUTO為主來看 AUTO你是 SO LA SI RE MI 如果你在G調上面的一個五音 中國五音的話 所以你會看到你的那個 二十七小節的中國五音 第一個組合是SO LA SI RE有沒有 對 因為它是 它的那個弓調在 SO LA SI RE MI 那國樂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是 MI RE SI LA SO 最後節在SO你是弓調 如果你是 SO MI RE SI LA 你就是上調 然後你會發現 所以最後一個 SO LA SI RE MI 最後一個是語調對不對 如果把語調收回來 就是RE SI LA SO MI 這個就是語調 但是語調呢 其實也就是 用中國五音來做的話 比較算它的 像是它的小調 好 比較像是中國五音的小調這樣 那 其實這個調號呢 你只要在 你看 所以如果語調來看的話 它變成是 MI SO LA SI RE 如果再一個音的話 MI SO LA SI RE MI MI RE SI LA SO MI 它的一個語調的結構會是這樣 但是呢 如果你在 它的第三音跟第四音呢 的中間呢 把這個 原來是拉跟C嘛對不對 我們在中間補一個它的半音 補一個這個降C 補一個叫做降C進去 變醜了 打掉 補一個降C進去 就是拉跟C中間的這個音 你要叫神拉或叫降C都可以 它就會變成藍吊哦 所以 先看一下這個藍吊呢 那藍吊的時候 要吹的時候呢 不要直接照普吹 你會覺得很無聊 如果你吹這樣 MI SO LA SI SI RE MI SO LA SO MI RE SI SI LA SO 你會覺得 就不得了 所以我們把這個呢 我們之前提到的 SWING的東西加進去 那有些同學 可能資格學解采 還沒有 還沒有遇到SWING的東西 SWING是這樣 就是說 你要看到如果你是簡譜的話 兩個音下面會有一條橫線 代表這是兩個 八分音符 就半拍半拍 合成一拍 像這樣 那我們把它加了一個SWING之後呢 變成是 前面這個音呢 加起來還是一拍哦 但是前面這個吹的長一點 吹三分之二拍 後面這個吹三分之一拍 所以你會吹成這樣 MI SO LA SI SI RE MI SO LA SO MI RE SI SI LA SO 這樣就 就會不太一樣 然後 來 所以這個 這個 燃調的部分 大家練習一下 兩分鐘 因為這個音比較特別 所以 MI SO 像你是AUTO的話 MI SO LA 醬吸吸 RE MI SO 所以只多了這個 醬吸的音 所以總共有四個小球 只是按照 就MI SO LA SI 然後 就上行之後再下來 然後第二組也是 從再移一個音 手拉吸吸 往後再移一個音 上去再下來 所以大家試一下 燃調這個 大家先找一下這些音 先找一下這些音 來 是 是 這個 也是一樣要點蛇嗎 對對對 一樣要點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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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一張裡面 除了等一下 最後一個中國五音會有不點蛇的地方之外 其他的東西 每個音都要點蛇 對 大家試一下 我裝一下樂器 等一下 示範一下 音樂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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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